国内以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的电影《醒来之爱的呼唤》于2月23号在文化名城温州举办了首映礼。 当天,导演王露涛,主演傅冲,张琛来到现场,并与大家分享了这部电影台前幕后的故事。 《醒来之爱的呼唤》以真实的故事为蓝本,讲述了一个爱与成长的故事。 父亲归来的父亲,叛逆不羁的儿子,绝望出走的母亲,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,每个人都陷入了人生的死局。 但冥冥之中,他们又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,在一场寻母之旅中,找回了爱的初心。 咱们老祖宗,弘扬老祖宗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电影,我非常的高兴,因为从09年呢,莫学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听我的话说呀,累死累活讲了两三千场,不如一部大电影。 这种形式寓教娱乐,孩子们喜欢看,刚刚媒体朋友们采访我,我就说了,我希望,我是东北人,我这个人是比较实在啊, 我希望我们这部电影,走进小学,中学,大学,所有的孩子们,所有的老师,所有的家长,最好中卷部发一个本,大家都看一看。 影片在创作拍摄阶段,邀请了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知名人士,吕明熙,王春来,郭继成,郑雪军,陈忠全,佟一成,白星亮,担任顾问,并对影片拍摄,宣传给予了精心指导。 在本次的首映礼上,主创们也亲临现场,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传统文化的精髓。 这部电影,觉得这部电影,希望它能够让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能观看到这部电影。 因为传统文化呢,我也是一个受益者,然后呢,能够通过这个电影呢,让每一个家庭能够和谐, 让每一个人能够深心和谐。也祝福大家,吉祥如意。好,谢谢。 - 谢谢了。- 谢谢。- 谢谢。- 谢谢。